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没什么人肯做 老实说 给你也要求这个价格 这么辛苦 但是老板来说 他的负担很大 一个厨房 因为那天我说过 一个小厨房 四五十个位置 你的厨房 你一算下去 只是厨房 人工 又很珍贵 全都分开了 有这么多部门 你一统一部门 那些东西就不漂亮了 其实是很难做的 我也说过 2014年 我们开餐厅 难道一间餐厅搞不好 我搞不好就搞不好 或者你付出的东西和你的收获是不成正比的 餐厅很难做的 香港人要上去吃 大家也知道的 大家其实也知道的 但是你有没有这么偉大 你不回大陆 是因为你不喜欢回大陆 并不是因为我不能够给香港的店铺收拾 所以我要去流港消费 你有没有这么偉大啊 不要吓鬼啊 你不回大陆 因为你不喜欢 因为你不回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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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万宗也有一个 我不可以 我很喜欢回大陆 但我堅決不回大陆 因为我要保护香港的零售业 保护香港的产品业 保护香港的产品业 我要流港消费 你以为你是我 我就是这些万宗无一的人 今天有一宗新闻很有趣 那我呢 这宗案刚刚开审揭幕 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已经偏向了有个商信 话说 世界亚洲影后林黛 大家应该听过名字 我从小听过林黛 但因为他六多年 他当红的时候就自杀 所以我还没看过他演戏 后来 看这些图片 我觉得一定有 我不知道他多红 但我知道他很红 因为其实呢 在那个年代 我其实到现在都觉得奇怪 在五六十年代 其实香港的本地电影 分了两条线 一个就是 国语片 高级一点的 制作更新一点的 要么就是 所谓的七日先 就是元语片 其实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会有 国语片而流行 当然 你细心去研究的 你当然是有明白 因为本身上海人 南下影人 他们拍开的 他们也是拍国语片的 于是否很自然 但是去到香港 一个讲广东话为主的地方 似遠还会应该要拍擇 令男人 也会去拍 arkadaş 根据日本人的 北非人口感染了 香港的电影 包括 imagen語片 國語、廣東話等等 其實都是燒去我們 主要是甚麼呢 其實那時就是馬拉的 所謂的南洋 南洋的人是兩樣都OK的 華語和廣東話都OK的 但是慢慢慢慢陸陸續續 當我們的嬰兒潮 開始長大了 戰後六十年代尾開始 其實就看到廣東風 壓倒華語風 去到 許冠文 出現時代 就是全面改變 好了 林黛原來有一個 獨生寺 叫做 姓龍的 他本身和他先生 都是名人之後來的 龍中漢 龍中漢在2022年 即是兩年前 突發心臟病 死亡了 OK 59歲 為下大不遺產 他乾爹是誰呢 他乾爹是資深大律師 青紅 上星期五入稟高院 就說 龍曾經透露過 龍中漢即是林代的兒子 曾經透露過去跟他老婆關係不好 為免 分身家 所以他沒有跟他老婆離婚 但是 在09年 就已經簽訂了一份遺囑 將遺產留給 青紅 但是 龍中漢的老婆 在龍中漢釘後 就說另外一份遺囑 在2010年年初 就是剛才說 青紅就說 在09年年底 年初就簽訂了一份遺囑 說他才是丈夫遺產的唯一執行人 青紅就質疑 他的契仔在短時間內改立遺囑 是不合理的 而 指出遺商一定要證明該遺囑的真實性 以及要求法庭頒領 他的契仔的老婆的遺囑無效 將遺囑的管理令就頒給他 好了 青紅原來是林代的 兒子的契爺 青紅是一個很資深的律師大律大狀 很有錢 有錢和貪錢有沒有關係呢 是沒有 青紅是可以有1000億身家 然後貪一億的 所以呢 出來做 撈世界 又或者好像剛剛 很慘 我看到有很多人都很慘 又被民主欺騙 又被正義欺騙 郭文貴 也判了 喂 大哥 你講一下反共 就是同路人 就算同路人也要握握你的錢 對嗎 為什麼不握握你 好像我爹你 我就不用握握你動握你 我做生意 總之明不買明不買 OK 貨真價實 認為用得不好的 下次就不光顧我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但是呢 在這件事裏 我看過今日的報導 最初步的報導 我覺得青紅 那個道理是很舊的 真是make sense 當然這裏被一個官去審 原告 是資深大狀 被告 是龍中漢的遺商 林梓蓉 林梓英 日品狀說龍中漢 是 以故亞洲影后林黛 以及 龍成芬 是不是很熟悉呢 獨子 他爺的龍魂 是 魂南王 是魂南那時候政府的主席 當然這些是右派人 他是阿爺 他是阿爺 他外祖父 程師縣 就是 全國政協的副主席 老爸老母 都叫他名人之后 好了 日品狀說 龍中漢 和青紅 在90年代 初經朋友介紹認識 當時龍中漢 剛剛離開程教署工作 他是做樓記的 在青紅的鼓勵之下 在城大修讀法律 放假的時候也是在青紅的大律師事務所學習 但是因為他最終考試通不過 所以他是沒有投身法律界的 但是綜然是這樣 青紅和龍中漢一直保持密切關係 2005年就正式上契 我們先計算數 2005年就上契 2002年就在17年前 他走的時候 龍中漢就59歲 即是42歲 就和青紅上契 儀式 在高院法官 軟弘道 見證下進行 青紅說 龍中漢多年來都沒有向他介紹過被告 即是林智英的老婆 他的身份 只記得有一次 龍中漢指著被告說那個就是老婆 而且也跟他說兩人關係疏離 所以根本沒有一起住 即是那時候 在2009年12月15日 聖誕前的10日 龍中漢 去到青紅的大律師 找他 他說 他跟 林智英關係越來越差 因為 他在父親繼承了大不遺產 他不想分 家產 所以沒有離婚 龍中漢就主動說 我想立平安寺 如果我有什麼事 我會把 全數 他會把他貴贈給你的 他視之為父的青紅 並在同日 在青紅兩名秘書見證下 簽署遺囑 其後 兩個人仍一直維持密切聯繫 每個月都會見面數次 Fan到這樣有沒有可能呢 是有可能的 當然可以 會不會 但是你想一下 龍中漢 媽媽早逝 爸爸留下遺產 爸爸也走了 老婆關於惡劣 他沒有人 沒有物 於是 但是 青紅那麼有錢 那麼我 我怕我老婆 看來他也很孤寒 我不想被老婆的關係很差 那是否將平安寺可以寫給 其他人呢 有可能是有些慈善機構 行不行呢 可以的 但是他會不會 這樣 沒有下一代都是我自私基因 那是有不期的 因為將他事之為父 我想這是第一開心而已 可能之後就會有其他證人 證明他們的關係有多密切 包括這個 建政的阮民部 他們都很有名的 他們都很有名的 日品狀說 龍中漢在2022年 立了平安寺 十幾年 11月13日突然離世 在離世之前 從未向青紅表示過會另立遺囑 龍中漢一名姓默 的 法律民元 表示 龍中漢 沒有再定立過其他遺囑 這個龍中漢 一名姓默 任職法律民元的 你的好友同鴉 青紅表示龍中漢 沒有定立過其他遺囑 這個姓默的法律民元 可以是青鴻的舊伙企 現任伙企 或者還未在青鴻打工 但我覺得他認識青鴻的機會是很高的 因為當年其實 阿龍中漢就在青鴻那裏做律師樓 現在每個月就見幾次面上去的 認識了一個在律師樓的好友 但不知道這個所謂性脈的好友是否在幫青鴻做事 但是他跟青鴻表示 因為他跟龍中漢走的好友 他沒有立過其他遺囑 青鴻於是打算 既然是這樣 桑禮完成之後 登記成分遺囑 誰知道 這個姓默的法律文員跟青鴻說 林志英說他有 龍中漢在2010年1月11日簽訂的遺囑 現在在保險箱裏面這樣說 可能受到封 他定立遺囑之後十幾年 龍中漢心臟病發死了 心臟病發死了 這個不是被安排的 這十幾年裏面 他似乎 跟青鴻在這裏看 當然會繼續交集 每個月會見面 每個月會見面 因為有時候立了遺囑 年紀不是太大 立遺囑只有四十多歲 你是不是可能會去review那張遺囑呢 如果review了那張遺囑 你會不會跟乾爹說呢 我支持你給乾爹的 現在不給乾爹 那就看性格了 因為我覺得青鴻不需要貪那些錢 其實立遺囑也算少 因為他怕如果他死了 就是這樣 如果死了 他也會益再老婆 好了 青鴻說 到了2023年5月23日 他在2012年11月13日死亡 2023年5月23日 即是隆忠漢死了半年 林志英就透過律師 就給予青鴻 說 他是隆忠漢的遺產唯一執行人 附上遺囑的副本 而這個遺囑 就是由 一個律師和一個 姓默 的人 見證簽署 而這個姓默的人 就是 剛才那個人 好了 列明倫宗漢是撤銷過去定立的遺囑 2010年定立的遺囑才有最終的遺囑 就指明由被告林志英作為遺囑執行人 青鴻說 2010年的遺囑 只不過是在2009年遺囑定立之後的幾個星期後定立 這是不合邏輯 這是不合邏輯 但是可以的 OK 他說 再者 隆忠漢在他離世前還未向他提出 意願有所改變 他有時候為我之前說給你 現在不給你好像不太好意思 於是沒有說到 有沒有可能呢 是有的 另外 這個姓默的初時 亦都說龍中漢沒有其他遺囑 但是到2023年 5月就突然改口 說我記得 2010年即是13年前我是遺囑的見證人 青鴻認為這個說法是不可能的 這個真的是 非常不可能的 你可以 所以 有時候忘記了說我都不知道有沒有改過遺囑 就不奇怪的 如果你不是做過見證人 如果你做過見證人 而且只不過 在幾個星期之後 在龍中漢立了遺囑 把那份身家給青鴻 做過見證人 那你在 龍中漢剛剛過世的時候 你應該是第一時間 如果大家談這個情況 譬如青鴻說 讓他先甩了 我們先慢慢搞 再搞遺囑 我上去寫給我 不是啊 他之後改了 我還是做見證人 你起碼會有這樣的反應 而不是 是並無表示 而是 幾個星期之後就說 林之鷹呢 誰說林之鷹呢 阿漢的老婆 給了一封信我 說他有封遺囑啊 現在放在甲蠻裏面 然後再過一段時間 其實我是那個 當日立立法圍捉的那個見證人 我想這個非常關鍵 大家也猜到發生什麼事了 我想到了這裏 來了分10 有沒有機會 看看 會不會 簽名是真的呢 這些其實就是看 那個邏輯怎樣的 你問我呢 我過人馬 其實我就相信青紅 因為沒有什麼動機要他動你 我想知道青紅和中學實際關係 會不會很親密呢 是的 這個奇怪了 好了 林代 1934年出生 1964年 29歲 他就過身了 我不詳細說他這位瑞士 大家上圍記看到 反而我呢 其實我不是經歷那一代 我看見林代 他真的很奇怪 他在 那次自殺離世 在大坑的家自殺離世之前 他自殺過幾次 好像有鋪人 但是也被人救了 但是那次自殺 是什麼事呢 我看的資料就說他 其實並無異樣 回到家 大坑的家有幾個工人 有幾個工人 其中一個工人 不滿意他 可能臭兒子 不好 就說他幾句 那個工人就 駁嘴 林代的大路 就即時計糧要他走 我記得好像是群者 好了 接著他的老公回到來 龍成君 又是藏門之後 喂 為什麼要炒群者 有沒有搞錯這樣的小事 群者從小看到我們大 於是 就跟他吵架吵得很厲害 去到那時候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他的情緒 就已經未必是因為炒不炒 龍者的問題 或者我是不是你老婆 我沒權炒龍者的問題 是 喂 你知道女人的東西 你為那個工人 這樣罵我 但是那個群者從小看到 龍成君大 就不算了 總之 跟著就吵架 吵架完之後 就平息了 稍微 入房睡 但第二天 他們就發覺 林代已經打開煤氣後 那些大坑道很大 事實遺書寫著 我現在死了 我現在已經死了 你開心吵架之類的東西 我再看 這個是幾乎五成的人 當然可能是他會加了新背景 那究竟是 怎麼說呢 他是有 之前有幾次 他是有潛在的智慧 他是有害怕的 是有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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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有害怕的 還是有害怕的 我看 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 龍中賀 那些荷爾蒙的分泌有殘酷的骨 而 因為他 那麼紅 他老公就這樣 跟群姐一樣 於是 我不知道 就是他引致他走過這一步 甚至乎做過那一刻 我死了 你後悔不後悔 留一個這樣的遺書 因為可能 想喊不好 可能他老公說 你死了就去吧 也不奇怪 他之前也自殺過幾個人了 那結果呢 就是29歲 就這樣離世了 那林北 林北那時候呢 我媽媽那時候還沒死 我用來探討而已 他林北海人 很紅 很漂亮不漂亮 我就不相信他 我就真的不懂得看了 那年代你被 我們沒見過他爭撒 但是那年代也真的有很多漂亮的 我們先看看林北的照片 大家看看 我不懂得說了 他在中年29歲的時候 我覺得我老母子很年輕 就跟我去 這個是拿亞太影展制影后的 拿四屆影后的 當然是一代明星 這就不用說了 休息一下 那 黃色的 事情 有這樣的 吿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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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